原来嫁错人比不嫁更可怕 孩子半夜哭闹 爸爸第一反应竟是恶语相向 爸爸不想哄孩子睡觉 便使劲拍打 趴在床上的孩子 宝宝生病煎熬地坐在板凳上吊针 父亲却坐在床上悠闲地玩起游戏 害怕又想保护妈妈的样子 真让人心疼 儿媳坐月子吃了12个南蛙 后门的婆婆心疼到野面痛哭 这种男人还我老婆就是最大的讽刺 当爸的就算平均在多大一份好 当爸的就不用大一份 当爸的就不用大一份 当爸可以早大一份 没让我去 男人的高级线 当时我坚持一小休息 不让他帮我带一份孩子 他就不愿意呢 平时他也基本上不带 都是那上班的 我休息的 夫妻吵架 丈夫直接把怀孕的老婆扔在高速 男子在车站和妻子发生争吵 直接把行李踢到楼下 都都婚后半年检查出肾炎 而丈夫第一句话却是 你们婚前都做婚检了吗 我有做 然后我就是没有做这个婚检 然后我也好久没有体检了 结婚以后就正好做了个体检 医生说有可能是肾炎 这个病就是不太好生小朋友 为了保险起见 嘟嘟选择先治疗 他还没等出院 丈夫就提出离婚 出院了以后 我就住在我妈妈那边 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爸说要离婚 在那之前就没有任何征兆吗 就我不知道 而且那天就超级冷待 我哭了以后 他都不给我擦眼泪 他也没有跟我说对不起 然后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什么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 是我生病了 他要跟我离 直到了一会儿孩子的爸爸 生气的把孩子扔给了发高烧的妈妈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 明明振扎 与明生活全别人期待的人 就算私爱就算风吹雨倒 也要微笑地说爱 产妇拿命在生孩子 国家却没一个人记住他的名字 他妈妈的名字那么一样 两个人都不知道 我妈妈在那里 最后我才知道这个消息 闺蜜变身心底 只怪这好亲密 男人的罪是骗人的鬼